今天是2023年6月2日星期五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慧 今天主要有两宗新闻想和大家谈谈 第一宗是关于美国后院起火 话说巴西总统劳拉向南美11个国家呼吁 要团结起来创立南美洲的共同货币 一起去抗衡美元霸权 第二宗是关于中美 大家近几年在社交媒体都会见到 美国的毒品问题越来越严重 美国不去正视自己国内的毒品泛滥问题 反而将责任推卸给中国 宣布制裁13个中国实体和个人 简直是荒谬 好了 我们先和大家讲一讲南美国家去美元化 巴西总统劳拉在5月31日 在南美洲国家联盟峰会上 向另外11个国家提议抛弃美元 创立南美洲的共同货币 希望寻求南美国家在经济和商业方面的自主权 劳拉很明确地说 他说已经没有时间可以再浪费了 应该再次走上团结的道路 这样南美洲才可以成为一个充满潜力的发达大陆 其实在今年年初开始 包括巴西、阿根廷、波利维亚在内的多个南美国家都表示 将努力摆脱美元在对外贸易中的主导地位 去探讨推出共同的货币 劳拉今次提议其实只是再强化一下大家的共识 美国一直将中南美洲视之为后化圆 利用一战二战的时期 欧洲和苏联势力的大幅衰退 在南美洲区不断地培植亲美政权 成立由他们主导的美洲国家组织 美国原本在中南美可以说是隻手遮天 但随着中国崛起 加上近年积极地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 令不少南美国家都找到新的发展机遇和选择 为摆脱美国掌控增加了抵气 劳拉今次振备一呼 说不定是全球摆脱美元霸权的一个转捩点 那去美元化又有没有可能成功呢 其实真的有可能的 自从二战结束之后 美元已经统治了全球金融市场 将近80年 对于美国来说 美元是比美军更加好用的侵略工具 当然想永远保持着美元独霸的地位 但有没有想过全世界有多少个国家 是美元霸权的受害者呢 美国就凭借美元霸权拿取了多少财富呢 当各国人民都辛勤劳动 美国就独享着美元所创的超级特权 亦不理财政的赤字和债务高到有多恐怖 只是用一元都不值的废纸 就可以去略夺其他国家的资源和劳动成果 那你又说公不公平呢 其实关于去美元化的讨论 一直都未停过 当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时候 当欧洲各国在1999年推出欧元时 当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引爆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 很多人都曾经质疑过 是不是不应该再给美元独大呢 但过往都是处于探讨的阶段 从未试过好像现在这样 有那么多的金砖国家和新兴市场 愿意将去美元化付诸行动 最近中国和法国完成了首单天然气人民币结算交易 中国和沙特达成了首筆人民币贷款合作 巴西和中国的贸易直接用本币结算 东盟各国达成了金融自主自立的共识 南非正在研究中 如何可以构建更公平的货币交易体系 通过这些事例 我们似乎看得到一条以中国为中心 联通亚洲、非洲、南美洲的去美元化战线 正在形成了 长远来看很有可能 会打破美元对国际金融的支配地位 甚至动摇美国主导下建立的全球秩序 令世界真正走向多极化 就等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一定会和大家紧随 去更新更新 好了 讲完南美了 我们转个话题 看看美国怎样射博 美国药物滥用的问题 就真的越来越严重了 最近全美很多城市都出现了一种 俗称作丧丝药的新型毒品 有吸食者将他和芬太尼参集的运用 弱性发作的时候 他们的状态就像一条丧丝 如果大家有看过Walking Dead 你就知道有多恐怖 但美国不去正视毒品 氾滥的问题的根源 反而将责任推给中国 美国财政部在5月30日宣布 制裁中国13个实体和个人 指控他们所谓的生产假冒的 鸦片类子和药分泰尼 参与销售压软机和模具等的设备 中方对此当然表示强烈的不满 坚决反对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美方这次的制裁藉口 就是中国向美国出口压片机 和压住的模具 大家都知道 这些都是一些普通的商品 在国际和中国都不受管制的 这些设备流入了制毒渠道的责任 在于美国 我们给大家两个例子 就会很明白的 情况就像一把刀 一把刀可以用来切菜 也可以杀人 如果有人拿着刀去行空 受惩罚的 是否应该是持刀去杀人的兇徒 而不是把刀的製造商呢 再给大家一个普遍的例子 其实我们所谓 因为教育小朋友的时候 千万不要这样教 如果一个小朋友 走走走一路 被一张椅子击倒的时候 跌倒 就会有一些很愚昧的家长 就和小朋友说 那张椅子打他打他 那张椅子叮叮叮 而不是去教小朋友 喂 你要看着 要向前走路的时候 要看前面有没有东西击倒你 这就是一个很愚昧的例子 相信这些道理 连小学生都识答 但美国政府偏偏就好像有认知障碍 不检讨自己国内毒品氾滥的问题 反而就把责任推卸给中国 真是不愧为无乃的大国 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 日前都对这件事件作出回应 他说美国占世界人口5% 但消耗了世界80% 鸦片类的药物 看看美国街头吸毒者 你不禁会想 为什么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会对此视而不见 除了指责之外 什么都不做 其实这次社博的事件 令人联想到 究竟美国是不是已经失去了 解决问题的能力 还是矛头什么都指向中国 只要美国出现问题 就经常借题发挥 确定将中国牵涉进去转移视线 是不是只要煽动仇中情绪 就可以遮掩到已经发生的问题 希望美国政府都为大家解答一下 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今天的今天焦点来到这里 好 拜拜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 赞好 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周天卫 Fanessa Chow 的YouTube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